大地春回走过921孙少英画我家乡画展 日前在京南大学图书馆展出 希望借由画展的举办 让大家看到生命的坚韧与重生 校方表示十分感谢孙老师多年来 利用画笔记录普里镇许多珍贵的画面 也邀请乡亲能够一起来欣赏孙少英老师的画作 尊名画家孙少英老师在921地震20周年前夕举办 大地春回走过921孙少英画我家乡画展 孙少英老师表示 因为看到地震后民众生活艰苦 因此发想要将它记录下来 希望对社会有些许贡献 但是我也想了我要把它画下来 留个记录留个纪念 因为我的感觉呢 我觉得是这个人是一个社会上的人 那你既然能够画画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利用这些技术 来社会上对社会上那么有一点的贡献 议员陈云军表示 从孙老师的画作之中 看到当时地震后生命的坚韧与重生 也欢迎乡亲有时间能够来济南大学图书馆 欣赏孙老师的画作 那我觉得在展览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孙老师呢 他用他的画笔记录了生命的坚韧跟重生 然后把整个我们当时20年前 地震之后的一个状况 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描绘 这些画作呢 都让我们仿佛回到了20年前 那我相信呢 在欣赏这些画作的过程里面 孙老师也不忘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曾经有过伤痕 但是大家同心协力 现在就好像大地春回一样 有一个崭新的景况 议员林芳宇表示 孙老师的画作能够让人 随着画作走进生活 他的脚步也出现在 埔里镇各个角落 欢迎民众到济南大学 欣赏孙老师画作 一起随着孙老师的画 看见生活 孙少云老师的一些画作 他可以说在当地 可以说是一个画作大师 在他的画作里面 可以看得到埔里的各个角落 也可以看得到他画画的风格 也收了一些学生 都相当的杰出 在他的画作里面 可以让我们走进生活 在他的画作里面 可以看得到我们地方 我们的地方的美 校方表示 感谢孙少云老师多年来用画笔 为埔里镇画下许多珍贵记录 也邀请他乡亲到 金南大学图书馆 欣赏孙少云老师的画作 见证着一地震20年来 埔里的进步也繁荣 记者下期期 埔里采访报道